海运工把东西塞满货柜每一个角落 还要再拿木头夯实 大陆媒体形容 现在要装箱 连几何学物理学的知识都要用上 最后大绝招就是用千斤顶压缩空间 没办法 因为现在海运货柜的价格实在太贵了 它一个集装箱的价钱可能已经翻了三十到五倍 不等 甚至有一些路线可能是可以到四倍 也不一定 根据波罗的海物价指数 不止东南亚航线涨价 现在亚洲到北美洲海运也涨了六倍 其中热门的上海到洛杉矶涨幅更高达12倍 一切变化都让大陆外贸业者苦不堪言 对于运费上涨 有一个潜在的风险是说 客人有可能会一直持续的延迟拉货走 然后可能会导致订单取消 更惨的是 有钱还不见得要得到货柜 而且在各地疫情都难以掌握 港口塞港难解的情形下 短时间内不会好转 海运货柜一跪难求 一跪万金 大陆媒体引述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数据 推测到2023年 货柜荒会让全球进口物价上涨11% 消费物价平均也会增加1.5% TV循环于信翰 庄志伟综合报道